李世民在扫除一切障碍后 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唐皇帝的宝座 而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立嫂子戴基为皇后 可戴基对此并不领情 只因为当初李世民答应不杀李建成的五个孩子 最终也没有做到 满身鲜血地趴在我身上发誓 以大唐天子的名义发誓 那个时候 你身上满手附军的血呀 现在的戴基恨透了李世民 可偏偏此时腹中又怀有李世民的龙肿 为了安抚戴基 李世民答应追风李建成为尹太子 追风李元吉为次王 将他们以礼安葬 而另一边李世民还在威力后的人选感到头疼 嫂子戴基和隋阳帝之女杨妃都是不错的人选 但是立谁比较好 李世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于是便想询问宰相房玄陵的意见 关于中宫皇后的人选 臣想用排除法提请皇上注意 房玄陵一上来就排除了戴基 原本戴基就是你大哥李建成的遗孀 而且此时还怀上了龙肿 如果立戴基为皇后实在有些离经叛道 一笑大方 李世民被房玄陵对得哑口无言指的 换随阳帝之女杨妃 杨妃出身贵咒 气质高雅总该符合皇后的标准了 房玄陵听完更是一口否决 于是赶忙上前谏言 李世民一听这话心中自然就懂了 排除了戴基和杨妃这两个人选 剩下的人选之中 也只有身为原配妻子的长孙是最为合适了 而房玄陵也正是这个意思 毕竟长孙是出身官宦名门 妻子横山王城前更是聪明伶俐 无论是从长幼之序还是嫡数之别来看 都是理所当然的太子 李世民听完也很是无奈 自己身为一个皇帝 却连立个皇后都不能做主 这让李世民十分郁闷 可他心里也明白 长孙是确实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而长孙皇后也不愧是千古第一贤后 他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助李世民遏制外戚专权势力 妹妹做了皇后 恐怕对你的仕途不利 历朝历代 外戚掌握大权 对朝廷不利 汉朝的吕后 就是你无证